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一直被以来是 标榜成一个阴谋论 是你们基督徒 圣经看太多 一天到晚什么圣经啊 寿英啊 新世界秩序啊 世界政府 不要闹了好吗 没这回事 Well 我们来看一下 最新的2022年 世界政府首脑高峰会 他们就直接说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要有 新世界秩序了吗 你准备好要接受 New World Order了吗 Your Excellency Are you ready for a New World Order I think Becky the main problem is if you think of the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is 21st century 欢迎各位去看一下这个影片 大概27分钟长 就几个在那边讨论 就是我认为新世界秩序是怎样 我是世界秩序的委员会的议员 我们准备好接受新世界秩序 还没有的话 什么时候会准备好呢 所以说不要再说我们是神经病了 认为说什么 New World Order 是一个邪恶组织掌控全球 电视上就是有一个国际组织 国际邪恶组织 只是这个组织想干嘛 目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能阻止新世界秩序的 这个全球政府压迫的最大力量 就是家庭 但是我们的家庭正在被瓦解 瓦解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一位社会正义人士 在他爸葬礼上面 彻底的侮辱他父亲的一生 当政府可以使用小孩 孩子来攻击家庭的时候 就表示共产主义革命要开始了 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也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 最知道的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G20高峰会上面 彻底的洗脸加拿大总理土豆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又代表了什么 America's top hat 美国的礼貌 怎么会被中共领导人洗脸 打狗也要看主人 美国这个主人 我不是说加拿大是狗 或者是土豆这只狗换主人了吗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www.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的会员 Coffee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你其实在帮助我们 跟我 还有我们所有的员工 有工作 有能力继续写这个样子的新闻 我们感谢每个给我们支持的人 成为会员 你会得到的是 我每次施罗斯的片段 然后未来还有更多的福利 只有会员才有的福利 例如像说直播服务 使得世界政府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的社群 现在都是筹备中的服务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要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 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的节目 正在被YouTube shadowban 很多人都说 油管已经不再推送我们的节目了 Shadowban没有办法禁止你分享出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抵抗这个样子的言论封锁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好 我们就来看第一则新闻 世界经济论坛 这个组织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Klaus Schwab 出席了G20 我不知道他在那边干嘛 因为照道理说 G20是一堆国家领导人 聚集起来讨论世界未来方向的地方 他只是一个 经济分析师吧 他出来说 然后他们要彻底的转换 或者是改造世界 当然 如果我们看着所有的挑战 我们可以说到一个多质量 一个经济 一个经济 一个政治 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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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 这会有点兴趣 的时间 这会有点兴趣 而且世界会看着 不同的 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通过的转换 通过的转换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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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通过的转换 到一个 中文字党 中文字党 which has a tendency to make our world much more fragmented 聽到了 轉變成一個multipolar world多級的世界 我每次提到什麼大重啟 還有世界經濟論壇的議程 追根究底就是為了一件事情 就是摧毀美國在這個世界上的影響力 他真的是一個完美的007的壞人 我看幾次就覺得他是壞人幾次 他那個德國納粹的口音 我們未來的美好世界裡 你們都不需要食物 你們有無限的蟑螂還有炸蒙可以吃 你們會全部坐在膠囊裡面 跟香港人一樣 然後世界就和平了 因為沒有任何國家存在 不好意思 Schwab先生你是誰啊 代表哪個國家 是哪些人民選舉你出來的 我是這個世界的領導 you eat bugs 你會吃蟲 you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不是我只是想要知道 你到底是誰 你到底想幹嘛 但是某層面上他是觀察入圍的 很明顯他是在給這個世界很糟糕的想法 跟未來的方向 但是他形容的方向其實是正確的 常常那些很糟糕的想法會導致殺人 經濟崩潰那些人 他們看到的那些問題是存在的 例如像說馬克思 他的馬克思主義 對於當時的資本主義的這個社會觀點 是很入圍的 什麼最低工資啊 資本壟斷啊 壓榨員工啊 超時作業啊 工作環境惡劣啊 這些問題當時都是真的存在的 只是他的解決方式非常糟糕 會導致大饑荒 暴力推翻政權 整個社會癱瘓 那這位Klaus Schwab也是一樣 現在世界的方向就是在往 脫離美國影響力 變成一個多極化的世界 某層面上這個東西最大的阻礙 就是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 不是在說什麼我們再次減稅 或者是再度變成更個人主義 或是再度讓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而是讓美國再度偉大 再度回到一個偉大的國家 對上美國要回掉了 要變成一個多極化的社會體系 這就是我們在面對的 川普總統是在雷根總統之後 再度掀起一個愛國主義 偉大美國主義 那美國是不是還想要在國際舞台上面 當一個偉大的國家 這目前不是很清楚 在美國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 好像都不太確定這個東西 至少左派好像蠻確定他們不要的 他們想要變成世界政府中的一個棋子 美國這邊的右派好像也是世界政府的一部分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在奮鬥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在抵抗的東西 身為一個MAGA的支持者 我們對抗的就是全世界的力量 這個想法很危險 但是卻是重要的 這個世界最終目標就是創造一個 掌管一切的世界政府 政府就是這個樣子 由他們掌管一切 徹底摧毀我們的自由 而唯一可以阻止的就是一個 有道德的 有美德的 有信仰的 而且強大的美國 而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講到我們的敵人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敵人 利用我們的孩子 因為我們的年輕人來攻擊我們 因為我們愛我們的孩子 遇到我們自己的小孩的時候 我們是最容易妥協的 很多牧師為什麼最後會變成 接受同性戀 不管是之前他是多麼正直的牧師 就是因為他孩子小時候 的時候他在乎教會 比在乎家庭跟他孩子還要多 他的孩子被左派洗腦了 然後變成同性戀了 認為這樣子很吵 牧師就開始扭曲聖經教導 而且開始接受同性戀 還把這樣的東西 用愛來合理化 我認識超多這個樣子的牧師的 網路上面 新聞上面有一堆 那這會是什麼樣子 這裡有一個影片 最近爆紅 真的是一個令人心碎的影片 是一個小女孩 在他父親的葬禮上的調詞 他的父親對他來說 是這個樣子的 但父親的聽說 您知道在我要說 muffled 可以讓我成為 我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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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想法 這件事情 我還沒有 因為那會 我還沒有 可以讓你 快點 我還沒有 我還要 我還沒有 因為 我還沒有 你停止 我還沒有 你可以 你可能 and what you are is a racist, misogynistic, xenophobic, Trump-loving, cis-straight, white man. That is all you will ever be to me. And Dad, before you tell me to respect the dead, please remember that you disrespected and disregarded the lives and deaths of entire communities and people with your ideology. You told me to never back down, so I won't. You know for a fact that even against you, I'm not afraid to share my peace. You are everything I aspire not to be, and I refuse to stand up here and sing the praises of a man who is the paradigm of white supremacy. So I'll take your racist mindset, I'll take your money, and I'll take your advice. And I swear to God, I will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Not at all because of you. 很震驚嗎? 某層面,其實還好. 這個就是集體主義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有經過文革的人應該就知道. 我沒有,我只是看過一些影片跟讀過一些書而已. 我也不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但是只要是集權的國家,就一定會這個樣子. 納粹的希特勒青年,蘇聯的先行者,中國的紅衛兵, 他們都是這個樣子的情形. 他們要的就是讓小孩起來打壓父母, 革命無罪,造反游禮, 什麼破四舊,立四星. 最終的目標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社會. 當一個政權可以真的分裂家庭, 讓家庭永遠不完整. 一個沒有家庭,只有政府的家天下. 而且這個破壞家庭的運動已經在美國至少運行了超過60年了. 左派的目的就是要非常策略性的摧毀美國的家庭. 而且這個運動不斷一步一步的啃食我們的文化. 因為右派的人,保守派的人什麼都沒做. 連教會都扭曲愛的定義,過度的包容. 最後連罪都開始包容. 還沾沾自喜的說, 我們在執行的是耶穌給我們的律法的總結,對不對? 愛,對不對? 保守派變成了所謂的右派. 原本是要保守家庭的, 變成我們追求的是個人主義, 這是自由,你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要逼我付錢就好的, 虛假的,無能的右派. 我們放棄了價值,放棄了信仰, 放棄了正確,正義, 聖經的對錯的堅持. 現在得到的就是一個孩子, 攻擊父母. 雖然這並不是一個新鮮事, 但是在一個葬禮上, 一個父親的葬禮上, 變成一個批判大會. 這其實就是一個比較不平常的東西了. 但是它現在爆紅了, 其他的人很快就會有樣學樣. 也就是說, 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得越來越平常. 而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對抗的東西. 我們的敵人就是這個樣子的社會, 這個樣子的國家, 這個樣子的思想. 所以2024年的時候, 這個選舉人出來, 一定是要有一個堅定, 而且不能被左右的信念. 整個2022的其中選舉, 主流媒體最想要植入所有人的心中的東西就是, 保守派就是要變得比較有同情心啊, 比較有同理心啊, 對不對? 不要什麼都這麼堅持, 要妥協才可以當選, 不要這麼極端, 不要一天到晚什麼耶穌這個耶穌那個的, 聖經那個的, 我曾經就有一段時間覺得就是, 同婚就同婚啊, 你們要幹什麼, 是你們的事情, 是你們的自由. 當時我還不是個基督徒, 我好像當了基督徒, 也有一段時間是這個樣子認為的, 因為我還沒讀完聖經, 不知道律法, 還有婚姻的神聖性, 但是我現在說明, 我完全的反對同性戀的婚姻, 你們要幹嘛? 你們要住在一起要幹嘛? 我不能控制, 但是婚姻是神聖的, 婚姻的制度是一個信仰, 不是一個人權, 我就被別人, 還有我以前的朋友說, 你看他信了基督教之後, 就變成一個神經病, 變成一個極端分子, 仇恨, 恐童, 其實婚姻制度是一個信仰, 這個之前所有的人都知道, 而且都同意的, 2011年的時候, 歐巴馬是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拜登在副總統辯論會的時候, 也是說婚姻是個信仰, 這個定義是不可以改變的, 希拉蕊也是, 這個才11年而已, OK, 2011年, 11年之前都還是嘗試, 現在就變成了極端了, 這個就是我們墮落的有多快, 我們自殺的速度增加了多少, 所以2024年的候選人, 在家庭、信仰、婚姻上面, 不可以再妥協, 不可以再放縱, 我們不能再支持任何左派的議程, 我們看到我們的國家, 發現我們的國家正在被侵略, 我們沒有邊境了, 我們的敵人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要搜刮我們的財富, 讓我們吃炸猛, 吃蟑螂, 摧毀我們的文化價值, 跟我們美國這個國家, 我們的學校還有老師在教導我們的小孩說, 家庭是邪惡的, 家庭是自私的, 你要起來推翻你的父母, 要起來當民主黨的紅衛兵, 我們有左派的立法委員說, 如果父母不接受小孩變性的話, 就要把這些反人權的父母關起來, 然後讓小孩跟其他, 允許這個樣子的制度的人來領養, 這個就是我們在面臨的東西, 所以2024,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強悍的候選人, 有著非常宏觀的眼光, 不只是對國內, 是對整個國際的眼光, 這個人是誰? 我們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人選, 初選的時候他應該會大放光芒, 那為什麼要有國際的眼光呢? 這個G20, G20的會議流出來了一段影片, 是我看過, It's sad, 最可悲的近代史的影片, Justin Trudeau, 這個傳說中古巴獨裁者, Fidel Castro 的雜種私生子, 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證實的陰謀論, 我不認為是真的, 看過了這個影片之後, 我更認為這個陰謀論是假的了, 因為Fidel Castro 是一個非常強硬的一個人, 他夾在兩個世界強國之間, 就在美國旁邊實行共產主義, 擊退了美國的CIA策劃的 Bay of Pig, 那個古巴政變, 繼續在古巴當他的這個驕傲的獨裁者, On the other hand, Justin Trudeau 在 G20跟中國永遠的無皇萬歲萬萬歲, 習近平有個短暫的碰面, 如果Fidel Castro 真的是他爸的話, 那這個孬種真的跟他爸, 一點都不像。 什麼事啊? 完全不合適。 所有東西我們在談論上傳訊息和信箖, 那不是問題。 而且我們也不是那樣進行。 那是怎麼這個話是開通了。 如果有誠心, 我們可以與其他人心中的一塊來進行。 很好。 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 如果有你的信心 我們相信自由和開放的討論 我們繼續有這件事 我們會繼續努力一起工作 但我們會有些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先學習 創作條件 我們先設立的情況 好 你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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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真的是 看都不看他一眼 真的是一個 沒什麼種的一個人 這個 Justin Trudeau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在家教育很重要 加拿大 美國的禮貌 可憐的加拿大的領導人 加拿大左派的土豆 在那邊扭來扭去 搖來搖去 在習近平面前看起來 膽戰心驚的跟小狗一樣 多麼的可笑 習大大很明顯的就是 在這邊當大哥 然後弱小的土豆 在那個地方跟懦夫一樣 這個對我們來說 是很可悲的 因為加拿大一直以來 被稱為是 America's top hat 美國的禮貌 禮貌就是 林肯戴那個很高的帽子 通常這是一個 地理課的玩笑 但是說真的 加拿大其實就是美國延伸的一部分 同時也是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國家 美國文化在國外的影響力 最明顯的地方 同樣是鄰國 加拿大跟墨西哥就差非常多 你去一趟就知道 你去加拿大就好像 我洛杉磯的人去西雅圖一樣 美國曾經是世界舞台的老大 兩年前都還是 以前不會有什麼中國的領導人 跑過來跟西方國家的領導人 在那邊指揮來指揮去的 胡錦濤來美國 小布希說你不能進白宮就是不能進白宮 白宮只有自由的國家的領導人才可以進入的 以前 這個其他的國家藐視西方的領導人的幾率 基本上是零 除了你是什麼ISIS 還是什麼塔利班之類的 但是 現在卻發生了 而且就在國際舞台上面 因為 美國失去了世界舞台的影響力 西方文化正在全面的下墜 或者是 土豆這個人就是一個很腦中的一個人 你看他跟川普碰面的時候就知道 就是摔在那個地方 跟小白兔一樣 不管怎麼樣 現在看到的就是 中國影響力提升 以前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衰退 而且這不是一個自然發生的 是多年來的政策導致的 就跟每個國家在那邊說 生育率怎麼這麼低啊 OK 美國這邊也是 民主黨參議員 Chuck Schumer 才在那邊說 美國人都不生小孩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一堆非法移民放進來 讓他們當美國人 讓他們取代現在的美國人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講 Chuck Schumer那個影片 不過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國的立法委員 能多愚蠢的斷送自己的國家 跟自己的主權 甚至破壞自己的國家的法律 現在更多的 我們缺少於僅僅 我們有一個人 我們有一個人 那是不在自己的 在自己的樣子 跟自己的樣子 那樣子 我們會有一個很好的未來 在美國 是如果我們邀請 移民民 人們 所有人 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幫助 人們 得到一路 為所有 11萬 或許多多 undocumented 所以我們要放 非法移民進來 不是的 這不是什麼 資本主義到最後 就是會促成的結果 跟那些左派 沒有讀過經濟學 也沒讀過人類學的人 說的一樣 生育率低迷 是刻意造成的 美國改變了移民政策 第一個 就壓低了薪資 工人的勞動力 更不值錢的 沒有錢的家庭 就會比方便利 比較不想要有小孩 還包括所有的什麼 性愛自由的法律 徹底的重新定義 甚至可以說是 徹底的破壞婚姻價值 還有什麼 墮胎合法化 提倡避孕 逼迫 逼迫女人一定要工作 從我媽那個時代就開始了 在台灣 就已經被美化成 我們允許女人進入職場 我們在幫女人得到經濟自由 我們在讓女人有這個機會 去哪個科技公司的工廠裡面 當女工做晶片 我們解放女人釋放女權 但是實際情況 這是絕大多數女人想要的嗎 或許某些女人 但是我認識很多女人 她們是想要在家裡 陪小孩長大的 很多女人是想要自己 教育自己的孩子的 但是現在不行了 女人必須要去上班 在美國一份薪水 沒辦法養活一個家 然後這些在工作的女人 要付一堆錢 給另一個女人 來養她自己的小孩 實際上就是 我們現在的勞工制度 我們現在的社會情況 是在逼著女人去職場工作的 而不是在給女人機會 獲得經濟自由 這些不是突然 或者是自然發生的 社會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政府通過的法律政策導致的 女人之前就可以選擇創業 而且有工作 只要她們做得比別人好 她們的機會 就還比男人多很多 我打個比方 Coco Chanel 香奈兒 我之前是做服裝的 所以對這個產業的歷史比較了解 二戰的時候 的法國 很多服裝公司都被被迫關閉的時候 Coco Chanel 是唯一幾個可以存活的 有一本書叫做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Coco Chanel's Secret War 中文叫做與敵共眠 裡面說她 她不只是可以在納粹掌控的法國 繼續生存 活得還比一般的人還要好 還可以到處去玩 不只這個樣子 她還用她的身體 換到了一個間諜代碼 F7124 她的生意的手腕 讓悬尿這間公司 不但在戰爭當中 做得比其他公司還要成功 而且還成了國際品牌 這些都是在女權運動出來之前就有的了 女人之前就可以選擇 而且女人比男人更有空間 還更容易被原諒 現在還在買悬尿的人 哪一個被說是在支持納粹 這一切都是我們政策導致的 也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什麼 生育率低迷 都是我們政府的政策導致的 是我們政府控制導致的 就跟我們美國的衰退 還有中共的崛起一樣 10年前還是11年前 拜登就說 中共崛起是好的 對每一個人都是好的 我們應該要鼓勵中共崛起 讓他們成長變得非常強大 我不是在這邊怪拜登還有 只在怪拜登還有民主黨 當然拜登在美國政壇裡面 待了大概一輩子 他當然有一些責任 但是共和黨也是這樣想的 共和黨的政策也是這樣走的 兩黨都在鼓勵中共進入 WTO 叫做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兩黨都放鬆中共的貿易政策 我們允許中共抄襲美國的智慧財產權 允許中共非法的貨幣貶值 我們允許甚至刺激各式各樣 對中共有利 然後打壓美國的政策 現在發生的 就只是這些政策的果實而已 我們跟我們北邊的土豆 在國際會議上面被洗臉 就是這麼可悲 好笑的是我第一次看那個片段的時候 我感覺我自己好像還是在幫習近平加油的感覺 就是 這就是土豆想當獨裁者的後果 這就是你放棄西方文化 然後想要走社會主義方向的後果 你活該 但是事實就是這麼可悲 看土豆被洗臉好像很爽 但是看到的就是我們美國變得這麼懦弱 連我們的禮貌都被中共洗臉成這個樣子 國際化的世界裡面 是充滿著很多不同的國家 為了自己的國家的利益 彼此溝通彼此競爭 沒有能力的國家就會出賣自己國家的利益 只為了加入到一個更強的體系 或者是聯盟裡面 美國一直以來就是 全球政府最大的阻礙 美國人很獨立 某層面上面很霸道 美國可以很強大 直到美國自己認為說 我可以當這個全球政府的首領啊 簡單的說就是 美國變成或轉化成巴比倫的時候 就是會出賣自己國民的利益 來換取什麼 簡單的說就是這些什麼 國際論壇 高峰會就是一個祭壇 每一個國家把自己人民的利益跟權利 拿出來獻祭來得到世界政府的認可 撒旦的認可 要犧牲的就是每個家庭 人有了家庭之後就會有私心 人就會為了自己的家庭而奮鬥 就像我 我不會會任何一個人而死 我不會為了任何一個人犧牲 但是如果可以保護我的女兒 我的太太的話 我在他們面前擋子彈我都願意 政府知道家庭的連結有多麼強壯 有多麼可貴 就跟所有的掠食者一樣 他們要摧毀一個家庭的連結 就是要使用一個家庭最弱小的成員 那就是我們的孩子 他們鼓勵我們的女人去工作去上班 說這是給他們自由 目的是不要讓他們親自教育他們的孩子 他們設立各式各樣的政令 摧毀神造的這個婚姻制度 摧毀男人跟女人之間的區別 男人可以當女人 女人可以當男人 摧毀了孩子尊榮父母的規定 撒旦或是世界政府 要摧毀的就是神給我們的世界 因為只要沒有神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相對論 只是每個人的感覺而已 只要沒有神 領導人就是我們的偶像 只要沒有安息日 我們就是必須每天工作的奴隸 只要孩子不孝敬父母 就可以摧毀整個家庭制度 只要以上的東西全部被摧毀了 我們就會認為說 殺人、奸淫、偷盜、做假見證、貪婪都是可行的 只要摧毀世界 只要摧毀基督信仰價值觀 世界政府就可以理所當然的成立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世界新秩序 新世界秩序 Sorry 第一句話 下次見